那除了好吃還可以怎樣呢? 雞蛋果就是一個來自南美 所謂南美其實真的不知道它應該屬於南美還是北美 因為這個地方它叫阿瓜多爾 我上次講過這個Equipta就是地球的尺度 這個國家正正就是窄在這個尺度上面 橫跨了這個北半球和南半球 那氣候就有點不同了 它很有趣的,它氣候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因為磁場的關係 它在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地界 是一個完全,那個磁石的表現都不一樣的 我們知道磁鐵磁石是分開南極和北極的 當你這個磁石一拿去這個地界以北的地方 它就變成抗拒這個北面的 那麼磁石去了地界以南的地方 它就變成抗拒南極的 因為它是同性相距的 但是這個阿瓜多爾這個地方 近年可能它的河運就方便了發達了 那麼我們看到很多這個國家的水果來了 包括除了這個雞蛋果之外 還有一個奇麟果 哦奇麟果都是那邊 大家都知道了,已經看到很多年了 看到很多年了在香港的市場 那我到現在來說 雞蛋果仍然沒有補給的水果 因為可能它的價錢也是相當貴的 哦,平時這個愛民芒就是台灣的 講回我們愛民芒 這個就是我心中最愛的水果 自愛 奇麟果都知道你最愛的了 是,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做飛機仔的時候 飛到台灣,一到這個芒果季節 我們買很多芒果就回去酒店吃的 我怎樣吃呢? 我鋪了一張報紙在地上 這麼誇張? 一路撕一路吃 因為為什麼呢? 它的醬汁就滴滴滴滴 我這樣貼在塗在地上 酒店有地爭的,不可以這樣 marrow人 所以我鋪了一張報紙在地上 吃後,洋蔭皮一鍋 包好了之後,就釣到垃圾 全部都是愛民芒 全部都是愛民芒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水果 大家就看到我的愛民芒icas 這個過不算很大 Steuer rad 都是这个原因,这是最尖,最新出的外汶网,刚刚出的 其实它这个盛产季节都是七八月,很热的时候,芒果就特别好吃 但是台湾的地势一样,大家都知道,台湾好像一个番薯那样 整个台湾岛的地,这些肯定出自南部,就是屏东,高雄那边的水果 因为它们的南边又是暖一点,才是热一点,所以这些芒果一定是出自台湾的南部 我猜这个水果,我看看它有没有写在哪里出产 果然是,高雄市,一点都没有骗大家,高雄就是台湾南部,也是全台湾第二大的城市 除了北部的台北市之外,就是我们这个高雄市 所以我一点都没有猜错它 那也是,我们也是吃水果 它的味道是怎样的,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感觉,爱文芒的甜度,甜得很厉害的 但是它甜得来,它是略带一些果酸的,很有趣 它除了甜之外,有水果的酸味 它跟台湾的土芒果认为一种水果,很厚皮大,很多胡酥那种,是很甜的 但是它没有了果酸的感觉 那爱文芒呢,如果慢慢品尝,你就会滚尝到,这个爱文芒吃起来有层次 最甜是什么地方呢?最甜是靠近它这个定的地方 可能它这个定的地方,受太阳的机会比较大 那么这个吃起来,这个东芒的地方是没那么甜的,很明显的 那么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越靠近皮的地方,它越甜 所以吃爱文芒,千万不要害羞 一定要咬咬咬咬咬咬,搅到它的皮那里 是的,谢谢平姐帮我们介绍 那我们想一次多谢西贡,晴哥,王子,祺哥 多谢董会长,祺哥 五姑娘姐姐,真的要口福啊 好,平姐早晨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如果想看到平姐介绍一些有趣的东西 就记得留言,点赞,分享我们这条视频 多谢你们收看,拜拜